如果您继续录音录像我会暂停为您服务 你就暂停我那我就报警取手机 我是来取手机的 那我当下我就暂停为您服务了好吗 那别为我服务了 嚣张苹果售后拒绝为顾客服务 不料惹怒暴躁女法务 当场教她们做人 近日 北京一女网友发布视频称 自己在西单苹果售后维修手机时 被工作人员虚报维修项目 明明送检的时候屏幕没有划痕 可签完字以后就变成了有划痕 这让女顾客特别生气 于是去找她们理论 结果没谈好 对方以顾客拿手机拍摄视频为由 拒绝服务并报了警 请您进门录像 我凭什么不能录像啊 我们那么我们服务不了 你已经骗我好多回了 那您要是录像的话我们服务不了 你把昨天的人叫出来我就不录像 叫出来 我先不录像我就给你叫 女顾客表示 二三年十二月份的时候 她在官方旗舰店网购了一款苹果十五手机 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突然充电出现故障 于是拿去这家售后去维修 工作人员检查完表示要进行返场维修 并要求顾客签字 但签字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签字的时候不给我看上半截内容 就给我看签字的内容和那个售价 就是维修费用 然后呢我回到家我才发现 她让她挡住了那上半截内容写了啥 她说我的手机有划痕 那你当时兴完之后有问题 不还得烂我自己身上吗 你有划痕 你当时信任跟我说 我就告诉你了 我说我这手机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双方在口头上沟通的时候 她就说你的手机爱护的 很想没有划痕 女顾客觉得店员的这种 续报维修项目的行为非常可耻 于是拨打电话进行投诉 但始终无人接听 她又拨打了400官方电话进行投诉 但对方也在踢皮球 顾客一气之下来店里索要手机 这也就发生了视频开头那一幕 看到顾客拿着手机进行拍摄 所有的店员都表示拒绝接待 最后民警到场调解 店员申请终止维修 又等待了一周后 售后终于打来电话要顾客去取手机 由于之前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这次女顾客决定全程录像 当作维权证明 结果再次遭到拒绝 我是这边的维修经理 但是我们本身 我可以不照你的脸 对吧 但是上任的声音 如果您继续录音录像 我会赞同为您服务 你就赞同我 那我就报警去手机 我是来去手机的 那我当下我就赞同为您服务了 好吗 那你别为我服务了 由于整个售后都拒绝服务 顾客无奈只能报了警 民警询问了具体情况后 告知该店经理 你们没有权利要求 顾客不准拍视频 如果你们认为顾客 侵犯到肖像权 那你们可以进行起诉 但经理仍不依不饶 结果被民警一句话堵死 不管民警怎么解释 经理就是不同意拍摄 直接惹恼了女顾客 当场教她做人 她拒不交还手机 就过程犯罪了 侵占 她没有任何理由 侵占我的手机 我手机当五千以上 我只是警察 她的警察都必须处理 我这个侵占罪的案件 不得不说女顾客是真的刚 一句话就把经理给震住了 最后乖乖交还了手机 并用充电宝报销顾客来回车费 事后顾客发文表示 自己是学法律的 有十年国企法务经验 这一次苹果售后算是踢到铁板了 那么大家支持法务小姐姐吗 你们觉得她力不厉害 评论区畅所预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